耶利米哀歌第十二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耶利米哀歌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唯光乍现 祝乌司地的乙东明那 只管欢喜快乐 苦碑也必传到你那里 你必喝醉 以至露体 喜爱的名那 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 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 以东的名那 他必追讨你的罪孽 显露你的罪恶 今天的两节经文新谱几本 以东的民众啊 你们在乌司地欢庆快乐吗 可是神灌怒的杯 你们也一定要喝 你们酒醉之时 同样要被拨得金光 美丽的耶路撒冷啊 你的惩罚必结束 不久你就要从被掳之地返回 但以东啊 你的惩罚才刚刚开始 你众多的罪恶 马上就要被揭露了 以东是犹大的主要敌人 虽然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以撒 以东过去曾主动帮助巴比伦 攻打耶路撒冷 尼布贾尼撒王也把犹大国的边缘地方 给他们做仇报 耶利米说 以东会因他背叛弟兄而受审 他们的喜乐只会是短暂的 他们不久就会惊艳 那临到耶路撒冷同样的审判 也同样会喝醉 衣服脱光 羞耻极了 露体必导致羞辱 必感到历劫与悲惨 神子民受罚的情形有转变了 耶路撒冷的罪孽已遭刑罚 且已受够了 不会再受苦难了 因为神的公义必然显入 神不会将他爱的子民驱逐得太远 他也不会过度苛责与灭绝 他并不喜爱施行审判 不甘心使百姓受苦或忧愁 每个早晨怜悯都是新的 当主完成了陈储 他必果伤不再放逐他的子民 在你我的生活中 会因罪而受审 或因恶人而遭陷害 要相信主掌权必有美意 当主出手 为我伸冤平反之时 要想到主绝不是苛刻无情的主 所以我也不要幸灾乐祸 看恶人太好了 这下你可是活该倒霉 我们不要一直注意 人对我不好之处 知道主已知且出手 我们要忘记他是如何对我 放下悲苦交给主 用信心为他祷告 在盼望中总有回光升起 主啊 有时我在困顿中 没有答案及出路 求圣灵提醒我 记起你的慈爱与眷顾 一直没有停止 我的信念来自你 在我心中的笃定 而非外在环境 即或处境凄凉没有改变 我仍相信 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救主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阿们 是的主耶稣啊 你的话语教导我们 我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我们的要待他好 主啊这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 但是主耶稣我愿意 愿意顺服你的话语去学习 哦主啊我的仇敌我要爱他 恨我的我要待他好 阿们 是的 主耶稣恨我们的我们要学习要对待他好 主耶稣就算我们有仇敌 我们也要学习用你的爱来爱他 是 主啊是的 即使我们有仇敌 我们也要用你的爱来爱他 主啊因为你说你是为我们申冤的主 主啊我们要学习你 你要爱我们的仇敌 要待恨我们的好 阿们 哦主啊深渊的主我赞美你 是的主耶稣你就是教导我们 咒诅我们的 我们要为他来祝福 凌辱我们的 我们也要为他来祷告 阿们 哦主耶稣我们要学习你 柔和谦卑的样式 主啊咒诅我们的 我们就是为他来祝福 叫我的嘴 不像他一样说咒诅的话语 阿们 是的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嘴 主耶稣让我们的舌头 不要有地狱的火从里面发出 让我们不要咒诅别人 反而要祝福他人 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 在你里面得到满足 主耶稣你成为我们的依靠 成为我们的满足 虽然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有委屈 我们会被凌辱 但是我们要用祝福 用祷告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阿们 主啊我们要用祝福 用祷告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主啊我们相信 我们就是把一切的事情 都仰望在你的面前 阿们 主啊我们就是要来祝福 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主啊如同你爱他们一样 阿们 是的主耶稣啊 我们要因你的缘故 我们要祝福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 即使我们周围的人不见得都很可爱 都是我所喜爱的 但是主耶稣因为你的话语说 我们就是要为他们来祝福 为他们来祷告 以至于我们所行的 可以讨祢的喜悦 Amen 是的主耶稣 我们所行的 我们要来讨祢的喜悦 阿们 主啊你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 主啊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主耶稣很多时候 主耶稣我们会觉得身边有些人就是不可爱 我们心中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坎 我们会有一些放不掉的一些埋怨或是哀怨 主啊但是我求主你来帮助我 我求主你的爱来爱来充满我 主耶稣你的安慰临到我身上 抚平我心中的伤口 抚平我心中的愤怒 主啊你帮助我 教导我用祝福 用祷告 来爱我身边的人 来对待我身边的朋友 主啊是的 我要用祝福 用祷告来带我身边的朋友 主啊我也求主你 给我们大能的恩典 主啊你的慈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 Amen 以及我们真是用你的爱来去扶持旁边的人 Amen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Amen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